大家好,我是赛挺队长 就在这两天听到消息了 俄军已经从赫尔松撤退 这也是赫尔松州的首府赫尔松市 那么自开战以来 俄军就占领了这么一座乌克兰的省级行政单位的首府城市 现在也吐出来了 看来我们父母之邦的心实在是太善了 赫尔松州有一条蒂涅伯河横跟而过 赫尔松市的城区主要在河的右岸 现在右岸的俄军部队已经开始渡河向南撤退 但是由于运输部队装备比较有限 撤退的速度很缓慢 另外俄军还设置了殿后防御阵地 以防止乌军在撤退的时候发动攻击 这样的话 如果是没有这些殿后的防御阵地的话 撤退就会变成溃败了 你就可以参考 从松户会战到南京保卫战 从松户到南京 这条路上 当时国军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后卫部队 没有规定说哪支部队负责殿后怎么交替掩护 最后这几十万大军一股脑的往后方跑 就成了溃败 最后南京保卫战 是吧 民族耻辱 好了 那个就不说了 那么咱说回这个俄乌这个事 从军事角度上来看 其实赫尔松啊 就是地内伯河右岸地区 这个俄军早晚是要撤退的 在克斥海峡大桥 克里米亚大桥 遇袭之后 那么俄军从赫尔松右岸撤离 就显得更为紧迫 在这个月的月初 上个月月底 这个月初 赫尔松的俄军和乌军 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炮战 从11月3号 是到11月3号 炮战结束 那么被打得满地爪牙的俄罗斯炮兵 就撤退到了地内伯河的左岸 这场炮战是10月26号开始 11月3号 结束 到撤离 满打满算 也就6天 那在这6天的炮战当中 俄军的损失可谓相当惨重 光是10月30到11月1号 这三天就有48辆坦克和91辆装甲车爆销了 完全是被动挨打 那俗话说的好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俄军内152毫米大炮 他在炮战期间 每天是需要1万发炮弹 1万发炮弹大概500吨重 就12那个炮弹啊 大概有500吨重 所以你看亮剑里边有这么一句话 什么四个炮团啊 五吨炮弹 五吨炮弹 换下驴龙 这扯弹 弹药量根本就不够 五吨炮弹给四个炮团打 那也就能打两轮骑射 那说回来 这炮弹需要500吨 那其他的林林总总加一起 估计啊 俄军每天消耗的物资得有差不多5000吨 那由于乌克兰糟糕的公路系统 战争双方啊 其实都很依赖铁路和高等级公路进行估计 那对于俄罗斯来说 他们消耗更多 因为他们炮弹消耗更多 他们炮弹打的不准呢 人家乌克兰一发炮弹就能打中目标 你得十发炮弹 甚至一百发炮弹才能打中目标 所以你消耗更多 那他们对后勤呢 依赖就更加严重 随着地面薄河上的桥梁 基本被毁 目前啊 像地面河博两个大坝上 临时他填充出来的这个通道啊 是勉强可以通行 但是运不了什么重载的东西 那两岸的铁路联系也被切断 俄军就需要用渡船加卡车来运输啊 再加上什么直升机也可能运输啊 进行两岸的这种物流传递 那效率就可想而知了 是吧 你如果是通过铁路啊 通过公路去运物资的话 那我直接走那大桥就行了 现在呢 你得到船边 你得到河边卸货 装船 过河 再卸船 然后再装车 对吧 你这么一下 他就多花了多少功夫呢 所以这效率可想而知 那不光是效率低 还有海马斯香烟的威胁 所以对于后勤运输来说 这5000吨货简直是灾难 而随着冬天临近 地内伯和下流地区的气温呢 不能让地内伯和结成后兵 只会出现那种伏兵 那这种 如果出现后兵的话 你还可以有机会说 这个 一些物资啊 一些人员呢 就踩着兵面过去 就像 北宋年间 是吧 这京国南下 大宋朝 结果本来是 正正在准备造船啊 最后结果那年特别冷 黄河上面都风冻了 所以这京国大军 那是踩着兵 就南下直抵这个开封变凉 那但是那种后兵 把河冻住那种后兵 和这回说地面伯和的伏兵不一样 这个伏兵会进一步影响 杜伦的运作 你说 人在上面踩 踩不过去 但是他那个兵块 他特烦人 你说这个 这个杜伦呢 转舵呀 还是怎么样的 他会 他会影响这一部分操作 因此就是 要在 地面伯和右岸地区 这个补给线 进一步恶化之前 必须得把部队啊 从这块死地搬出来 所以俄军撤退 其实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所以在这呢 我就要特别的夸一下 苏罗维辛大将 他这个人呢 虽然长得像天鹏元帅 但是天鹏元帅 也有天鹏元帅的好处嘛 皮操肉厚 不怕丢脸 因为 有点军事常识的都知道 那地方是绝地呀 不过 作为俄罗斯在乌冬夺取的第一个省会城市 它的政治意义盖过了军事意义 那简而言之 就是为了普京大帝的面子 现在呢 苏罗维辛他自己不要面子了啊 脸都不要了 是吧 还劝普京 脸也不要了 那俄方啊 也没有打出什么 发扬 马尼拉精神啊 贯彻塞班岛决心啊 没有出现什么几万人总预遂的行为 而是来一个 几万有声力量 从赫尔松胜利转进 此为小赢啊 不得不说 这真是当地老百姓的福气 当年 咱说 刚才说那马尼拉精神 塞班岛决心 那是日本守这个 马尼拉塞班岛最后没守住 然后 那真是玉石俱焚呢 失守塞班岛的时候 逼着那些老百姓原住民 集体跳崖 从军纪上来说 俄军和当时的日军一样 都跟两族禽兽没什么区别 只不过啊 日本人相对来说见过点市面 他们只抢老乡家的鸡 那俄军就不一样了 他们连钢奔 硬币 毛票啊 什么袭击 空调 这个热水器 马桶 这都要 所以你看 一个连一个军纪 连二战时期的日本都赶不上的军队 你指望他们在溃败的时候 能做出什么好事了 还不是烧杀抢劫 无有不作吗 对这次俄乌双方没有爆发很激烈的战斗 嗯 那也就不能对这群畜生啊 产生特别严重的刺激 所以呢 他们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经历和想法去祸害当地的民众 那俄军现在要往回撤离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还在右岸啊 没过地涅薄河的俄军打算怎么撤 乌军会不会让俄军顺利渡河 还是说啊 俄军之前利用什么疏散平民的幌子 现在已经把平民都给撤走了 如果是乌军让俄军成功撤走了大部分人力资源和技术装备 那么这真是乌军啊 军事上的一次大失败 地涅薄河的宽度有几百到一千米 苏联时期有一个诗人 就说没有一只雄鹰能飞越到地涅薄河的上空 就借此说地涅薄河很宽嘛 后来就被人改成 没有一架米格29能飞越地涅薄河上空啊 拿来嘲讽这米格29航程短 总之啊 地涅薄河很宽 这么宽的距离 你要是没给俄军带来一点干扰的话 那这乌军的表现实在是不怎么样 至于说收复赫尔松 那对 在政治上是一场胜利 但对乌克兰来说 其实意义不大 因为乌克兰的政治目标 是要收回所有备战领土 包括克里米亚 包括这个什么扎波罗热 也包括那两个 叫什么来的乌冬那两个州 卢干斯克和顿内斯克 也包括他们 所以呢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为了至少说你要收回克里米亚的话 你需要的是军事上更大的胜利 尤其是要打开收复克里米亚的通道 而俄军如果全身而退 退到地面伯和右岸 他们就会依托现有地形和攻势 进行防守 打桥头堡 到时候 地面伯和就会从俄军的绝望 变成了乌军的天天 那这种环境下 乌军是很难发动 不和进攻 同时也很难从这个方向 继续威胁到克里米亚 那么俄军就很有可能腾出手来 在扎波罗热和顿巴斯方向集中兵力 那这对乌克兰的反攻来说 绝对不是个好消息 不过刚才啊 只是我一个很悲观的推断 那如果俄军真的能全身而退 甚至还撤离了大部分装备 那没说的 那俄罗斯就算是撤退 也算大胜 就我这个日常黑俄三百年的人 我也得大喊一声俄罗斯牛逼啊 因为这是一次 可以说是媲美敦克尔科大撤退的军事行动 这意味着俄军的组织水平 那真是高到一定境界的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他们的水平真的高了 真的那么高了 那还会有红利曼一九亩的溃退吗 难不成说他们真的是换帅如换刀 苏罗维金上来了 一切的情况都不一样了 那苏罗维金的那个脑袋 他真的能装下这么多东西吗 既然全身而退 看起来好像不那么靠谱的吗 那可能出现的是什么情况呢 俄罗斯军人大部分成功撤退 但是损失了很多的重武器装备 这对双方来说 我觉得大抵是可以接受 也很可能是会出现的画面结局 现在乌克兰军队始终是在和俄军保持接触 他是有战斗意志的 但是该讲不讲 乌军的战斗意志很高 但是他战斗力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 这没错了 乌军现在打得这么好 全靠同航衬托 都是俄军 我的天哪 实在是太菜了 那这样来说的话 他们可能没法去留下大部分的俄军 咱们最希望看到的是 在撤离的过程中 那俄军后卫部队说全体崩溃 跟撤退的军队相互争抢 步传 最终的俄军全军覆没 然后地内伯和尚上演什么东勇大赛 普京大帝上演脑中风 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 不过我觉得还是第二个结果 就是人走了 东西留下 这个出现的概率很大 那么甭管是哪个结果吧 我猜现在索尉罗金的司令部里 想的应该都是 这几万人 别让人都包了饺子 就像当年日本的大本营 当时日本的空军优势 空优 击沉了 美国的重巡洋舰 芝加哥号 但是美军阵亡 小于一百人 大部分人 基本上都是下海 洗了个海澡而已 如果 这个 那个舰长叫什么来的 反正他对这功名啊 看的是很 很看重 所以他就是 就发现自己这船被击沉了 心眼小啊 想不开 开枪自尽了 那日本呢 他们出动的四十多架轰炸机 被击落了四分之一 阵亡数啊 基本上跟美军啊 持平都是说七八十人 那此战过后 日本就再也打不出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胜利了 就是那种捂着脸说自己赢了啊 像胡锡进那样的 那样的不算啊 这一次啊 这苏大将也是空天军出身 所以呢 他的麾下能不能表示表示啊 也尽全力掩护这陆军兄弟们突围 会不会有什么菜鸟奔行员 开着苏三四 一边喊着什么普京陛下万岁 一边撞向发电厂呢 不好说 那么等到赫尔松解放 下一步 乌克兰的任务就是继续向前推进 推进到海马斯的火力半径 能够得着塞瓦斯托尔或者是克斥海峡大桥的时候 这时候呢 我觉得就会迎来这次战争最为关键的一个战略节点 就是这会是普京拿来扔核弹唯一的机会 如果不用的话 那俄罗斯老是撤军 回到2014年之前的国境线 运气好了 普京还可能体面的下台 流亡到什么伊朗啊 印度啊 越南什么的啊 度过余生 算不错 但 如果啊 他用核弹的话 那可能就是主动中风和被中风的区别了 目前呢 以俄罗斯主动示弱和这个放风啊 普京同志健康堪忧的状况来看 核武器呢 大概率是不能用了 体面一点结束 总比背体面要好 生活嘛 总会继续 莫斯科那轮最红最红的太阳 终将落下 而地涅伯和上的晴天 也终将到来 好了 关于俄军从赫尔松撤退 咱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大家